一台貨車滿載垃圾袋 趁著春節期間開進砍頂箱的公墓內 隨後空車出來 這些垃圾袋裝的全是農業廢資材 用來鋪在農地上的塑膠袋 一包又一包 東西應該是像我們現在就是塑膠類 一般垃圾混淆乳的話 應該有在處理這個東西 把公墓當成垃圾廠 亂丟垃圾已經不是第一起 這是建材的 有建材類還有太空包裝 有塑膠垃圾 更有許多民生垃圾 公墓內設置六支監視器 喝止民眾亂丟 我環境衛生的部分 當然是用27條 只要除1200塊到6000塊罰款 帶清楚一點 同事非法的侵運處理 處理的話 可能就要違反46條規定 除新台幣1500萬的罰款 或可以行責 現在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 要找出非法侵盜者 也希望民眾發揮公德心 別亂丟垃圾 以免處罰 大愛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有趣的